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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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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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你看过巴拉拉小摩仙吗 我是里面的小摩仙哦 你还模仿小摩仙亮相的动作里面行不行 你要模仿一下 我来教你可不可以 可以教我来 模仿小摩仙 你要站起来 好 我站起来 巴拉拉能量 哈哈哈 这很适合你 姑娘 叔叔年纪很大了 哈 巴拉拉能量 好 一起来 三二一走 巴拉拉能量 巴拉能量 乌卡拉卡 阿卡 小摩仙 还有啊 小摩仙 变身 变身 嗯啊 好棒哦 好棒 哇 这段好干哦 对对对 哇 真的好干 你的模仿真的是完全不是一个调性的 我觉得还不错哎 真的吗 我还蛮有天赋的 啊 你能发现出你自己的魔力啊 这个很难 你不是说你不插话吗 啊 对不起 我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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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啊 不说话不说话 我这好没礼包啊 啊 不说话 下一段啊 你看你这次说这次是什么啊 我说哦 我没有啊 我一直都是关注世界和平的啊 那我可以 那我可以问一下清清哥哥你的梦想吗 我想想 啊 等一下啊 在我问之前呢 我可以先问问你吗 可以 这谁写的稿子啊 可不可以不爱稿子念了 可以 可不可以正常一点 好 我正说 不爱稿子念 做你自己 那你想要怎么聊梦想随你 你不要那么紧张啊 你不要那么紧张 这种稿子啊 其实啊 咱们做节目的时候 都是不要的 对不对 我们就正常聊天就好了 咱们不要看稿子了 这样压力太大了 你家小朋友来的 背不下来的 开玩笑好不好 太假了 咱们好好聊 你聊吧 嗯 我可以问一下你的梦想吗 问一下我的梦想 啊 那我问之前呢 可不可以先问一下你的梦想呢 哈哈 可以啊 哦 当一个上演主持人和演员是吧 嗯 你刚刚说过了耶 对啊 是吗 嗯 但你上演主持人很难的 不过对你来说还好对不对 嗯 你会演戏吗 会啊 演戏很厉害吗 那哥哥考考你好不好 喜怒哀乐 来喜 怒 哀 哀 哀什么 悲伤 哀 乐 这会是走心的啊 真的是个好演员啊 哎 你可以吗 啊 妈呀 哀细 主持人你怎么又插话了 啊 我不好意思 我再给小朋友两天关你什么事情 哎 这些奇怪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说话 真的是好 接着聊接着聊 到你了 你要问我了 那我可以问你的梦想了吗 可以啊 你知道吗 其实我小时候啊 想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样啊 可能你小时候没有经历过 我们小时候啊都是坐公交车的啊 哥哥第一个梦想呢 是做一个公交车的售票员 因为我觉得那个看上去很拉风 然后呢没想到后来啊 等哥哥长大以后啊 因为你看他每天都在收钱嘛 对不对 然后每天给别人票子 就特别特别感觉 他特别有钱那样子 但是当哥哥长大以后呢 变成自动投币了 对然后呢 这个职业就没有了 然后后来呢 哥哥还想当过什么呢 想当过救生员 你知道那种 就是在游泳池旁边那种救生员嘛 你知道吗 因为小时候哥哥溺过水 就真的是溺水 差点死的那种 然后被救生员从水里捞上来呢 他是救了我一条命的 所以我一直敢呢 我想长大以后 我也特别想做 想做救生员去救别人的命 但是后来发现呢 长大以后啊 救生员这个职业啊 他呀就是他工作的时候啊 他要裸露的 对我就不是很喜欢 对对他是就是 上半生啊对吧 就是不穿衣服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职业也不太适合 因为哥哥身材很差 对后来也就不做了 对然后后来呢 我还想过干啥 我想想 后来我就想 哦小时候还想 特别想当明星 小时候我的梦想 就想当明星 你看你看过小时候 有部片子叫做小龙人吗 他主演的 小龙人怎么可能是我主演的 哦不是你主演的 我们差年纪差很多 我们年纪差太多 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什么童谣吗 或者是小时候看过什么电视剧吗 还是你们小时候 直接就是那种 管你格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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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任是这样吗 你没小时候 我早就被看英文动画片 哦 英文的动画片是吧 反正小时候哥哥就很想出名 对 然后长大以后果然梦想成真了 但是哥哥很辛苦的啊 哥哥做这行做了十几年了 到今天才红的 开玩笑 超累的 我跟你说 你要做双一组十人也很累哦 会很辛苦哦 你会努力吗 哦 真的吗 刚不出了这些梦想你相信吗 不相信是吧 对 我也是 为什么不相信呢 我在很真诚的跟你说 你前面那个收书票源是真的吗 是真的啊 你是几几年呢 我95年 这里没有一个八几年的嘛 我觉得八几年的梦想 八几年的人梦想的第一件事情 有很多人都想做收书票源 谁说的梦想是当老师 就可以管教别人 真的吗 对 好吧 好吧 那接着聊吧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我现在的梦想 我想想看啊 其实我现在的梦想呢 我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吗 其实我现在特别想 特别想 其实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想把我的音乐做好 然后呢 希望每一首歌呢 都可以让大家 听到以后不失望 这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想的梦想 就是保持我的现状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观众啊 都很挑 你有听过哥哥的歌吗 听过 你听过哪句手说的听 听了梦开始的原曲 很老的歌了 最近新歌有听过什么吗 我给你 是我的嘴 数学者 数学者 不要硬Q 不要硬Q 小朋友 小朋友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也不会怪人家 对不对 我都知道 那边那个弟弟跟你长得很像的 是你弟弟吗 真的 真的吗 嗯 哇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也是混血啊 好漂亮 但为什么他爬长城的时候 穿上拖鞋哦 哇 你家境有问题哦 是家境的问题吗 来来 上来来来 小朋友来 长得好帅 谁给你的勇气 你爬长城过来穿上拖鞋啊 还穿上这么脏的袜子 你要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了 你爸爸 你爸爸爱妹妹不爱你哦 爱你姐姐不爱你哦 开玩笑开玩笑 接着聊 聊到哪里啊 音乐 哦 聊到音乐 对对对 所以呢 其实呢 我的音乐突然间转到袜子了 对对对 我就看着 都让今天好帅的一个小男孩 然后呢 其实 做音乐很辛苦 哥哥现在一直在做音乐 然后做音乐又赚不到钱 对吧 你觉得实现我想难吗 很难 超难的 我跟你说 哥哥 让大家认同我的音乐 到今天为止 一共花了 十年的时间 你现在几岁 十岁 你现在十岁 当你开始可以进入工作的时候 他差不多十八岁吧 咱们算再早嘛 你二十岁的时候 如果你再花十年的时间 才可以让大家认识你 认同你的话 你就要到三十岁 你会坚持吗 给你十年的时间会坚持吗 这么有骨气啊 真假的 好棒 但是这条路真的不好走 然后呢 所以加油吧 希望你要努力啊 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的都不要放弃 各个遇到过很多困难啊 中间没有钱了 对吧 就是女朋友不要我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都遇到过 然后呢 要坚持下来 对吧 还有就是公司也不太喜欢你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所以梦想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要坚持 好不好 就像我们今天的SK-2一样 对不对 我们今天虽然办了一个是 我们的护肤品的广告 对不对 但是它就硬要搬到长沙上来 这就是一种坚持 对不对 你看这个棚搬上来多辛苦啊 那个灯光师奔到 就整个腰椎都断掉 开玩笑 但是我们就是要到长沙上来办 对不对 这就是这种坚持 要相信自己 对吧 这个时候要硬插了 插吧 我可以进来吗 可以 我可以进入到你们聊天内容吗 但是我问一下你啊 你跟薛世仙哥哥聊完之后 你心累吗 心还挺累的吧 对 心好累是不是 然后 这么小就心累了 二小们 但你喜欢薛世仙哥哥吗 喜欢啊 对啊 今天跟他见了面 跟他聊完之后 有没有觉得他 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形象 变得不一样呢 呃 有一点点 以前他是什么样 我是什么样的 以前在你心目中 呃 有一点点 呃 神经病是吗 对啊 哈哈 今天才发现他很幽默 很幽默吗 很幽默 我平时一直很幽默 我告诉你 主持人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幽默 是的 你知道吗 嗯 哇 你一定要学会这个 好不好 慢慢学 不急的 好 好的 那在这里呢 感谢我们的Dessie 然后Dessie 可到下面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你现在心也很累嘛 对吧 稍微缓一缓你比较疲惫的心 然后我现在要把你的薛世仙哥哥 单独聊一下 好不好 主持人你Q的再硬一点 特别硬 你知道吗 就是没办法 我 是 你不按台本走 我得按台本走 我把它给你Q下去 好的 谢谢Dessie 谢谢 谢谢 对对 你可以下去一下 对 一会再上来哦 拜拜 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你的你的卖卖 小心卖客 小心小心 啊 现在就我跟你聊了 啊 对对对 然后现在就是我来跟你聊梦想了 但是我决定我不 聊吧 我还是得不看这个台本 好 不看台本 来吧 怎么聊 我聊跟你啊 刚才跟小朋友聊完之后心累不累 不累不累 他心很累 我特别喜欢跟小朋友聊 但是一直在你说 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给他 没有 小朋友的梦想 你觉得他真的可以坚持吗 可以啊 可以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唱歌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件事情吧 是 就怎么说呢 就是干也可以 但是不干吧会后悔 就很想执着 对对对对 但是呢 其实它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说实话 如果要靠自己梦想去吃饭的话 这件事情就比较累了 就很累 对吧 你就会给他挂上一个 就是很束缚 就是不要 因为你要知道 其实工作每个人都是枯燥的 对 都是重复的 对 都是在不停地做一件 可能自己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喜欢做的事情 我打个比方 对你说一个 有一个人 我的混音师 他每天都在混音 他特别喜欢混音 他特别爱 但是你当给他 每多 当每天你都给他一首 当他生意很忙的时候 他会混音混得很麻木 对 就他会觉得 啊好多好烂的歌都让他混 他觉得我不想干这行了 他会慢慢 连喜欢音乐这件事情都失去了 所以其实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来的 来你看啊 对吧 重拾梦想 重拾梦想 改写命运 我觉得是这样子 在你有一定生活基础的情况下 再去重拾梦想 改写命运 这件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合理 不要盲目的追寻命 追寻自己的梦想 这件事情是很劳财上命 所以说在外人眼里面 你看你现在是综艺界的combat 对吧 综艺界你是特别厉害的 然后微博段子界 那你是段子王了 哪里哪里 而且呢你现在也有自己主持啊 或参与很多很多综艺节目 然后还有自己的服装店 还有服装品牌 还有自己的火锅品牌 这个算是在很多人的眼 心目当中我觉得都很羡慕你 哪里哪里 你刚刚说的这些啊 也真的都是对的 我就是这么厉害的 在这么多的选择里面 其实他们都是对你的这个 歌手的这个梦想 做一个铺垫的 如果没有这些铺垫的话 可能 不是不是 不是歌手的梦想做铺垫 应该说是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在为做歌手这件事情做铺垫 其实歌手是最后一件事情 那其实前两年 我又淡出演艺圈 也不算淡出嘛 反正声音也很早也不出来 那我就是去做声音去赚钱了 这是一件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所以其实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按照是我 我再重活一次的话 让我回到最小时候的年纪的话 我会 我会 我会好好认真的去上课 我会 我会真的 然后学一技之长 然后把自己的一技之长 发挥的最强大 然后比如说 打个比方 如果我是学酒店管理的 我就会 真的好好的去学酒店管理 让我成为在酒店管理这个领域里面 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可以赚到很多的钱 在这个时候以后 我空余的时间 就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你理解我一次吗 明白明白 不要去一股脑子的钻进去 因为那件事情 真的会让你自己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 很多网友 包括我自己 其实我都有一个疑问 你看 你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对于梦想 坚持这个 一说梦想 坚持梦想 就会想到你 真的是会直接想到你的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就会反问自己一句 梦想的这个存在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对 我有的时候在想 每个人现在都在讲梦想 然后呢 我也有很多很多梦想 然后我也有在去实现 那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题很难 没有 不会 一点都不难 我觉得 我觉得存在的意义就是 它必须 我觉得 我觉得梦想这个事情 要比较干净 要比较干净 要比较 就是干净 不要让它有任何的 杂念 对对对 就是我打个比方 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 去做了一些 出卖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去交换什么东西 你懂吗 就是那是我特别 觉得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 理想跟生活要分开 所以这也是你的准则 准则 你输到12年了 这12年你一直在 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 你一直在很纯粹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在这当中 我们网友们大家都 包括我自己 我也知道你很多 有很多的困难 在这生活当中 就是你面对梦想当中 有些挫折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就是自己硬扛嘛 还是干怎么样 自己硬扛嘛 其实我跟你打个比方 其实在我落魄的时候 我也有很多 有机会的歪门斜道可以走 有很多 比如说有一个老板 看上你了 对吧 就是想跟你怎么怎么样 然后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正常的 会遇到的事情 但是其实 那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圈子里 口碑就是这样 你只要做过一切 相对来说不是太好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 那种红 昙花一现 你能明白我说什么 就是 所以 我觉得人生 如果面对梦想的话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你就不要管 你就往前走 你就觉得你是自己对的 但是你每件事情 一定要认真地干 干完以后 你回头一看 你会觉得 我走了这条路了 回头一看 走这条路了 当你的东西真正 具有能力的时候 它会自己爆发的 不要去 但像你现在 已经算是红了 真的 现在 像惭愧吧 像还行吧 在我心中你是巨星 我觉得红不红 对我来说 其实说实话 没有作品好重要 所以说作品是第一位的 作品排 作品排我的生命中第一位 说到你的作品 就是网友们 其实在我们今天直播开始之前 特别特别想 让你在直播里面 能不能唱一首歌 他们很想很想 就是能够在直播里面 没听到你唱那首歌 因为他觉得你们是 你现在歌坛是很有定位的 没有没有没有 讲过去 你有没有要想好 要给大家唱一首首歌 啊 你突然Kill 我还真不知道 我在唱什么 我和你新歌我都听不到 哪一首 初学者 我刚才讲 初学者不是我不愿意唱 是因为他现场没法唱 认真的 啊 他好该你的话 其实他必须要伴奏的 你想 你看 认真的 啊 初学者 啊 你不及格 你不会觉得 我已经好好唱到老师吧 就很干嘛 就是 但就是跟我在那个 他必须要有伴奏 咔嘚咔嘚咔嘚 他就鼓进来的 你就跟我在耳机里面听到 还是很贴近的 还贴近吗 对 我是 我是你的迷妹 我唱成这样了 你都觉得 还能唱得很好 真的 我觉得弹幕少 现在肯定在看直播的所有人 肯定都是唱得好 因为他有一些歌 他真的必须要有 那个beats 节奏在 他才能 你新出的这些歌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首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张专辑 基本上快发完了 其实现在还剩两首 两首歌没跟大家 就见面了 然后应该是 后天就会跟大家见面 后天有一首歌 是我 应该是 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 我最喜欢的 最喜欢 而且我最用心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 也会在微博上 给大家分享 在我的心目中 他已经超过了演员 超过了绅士 超过了一半 甚至超过 刚刚发行的刚刚好 哇 这么厉害 我在我的心目中 他是比他们都在强的 所以我很期待 我把它放在最后一波打 所以过两天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 这首新歌 是我的生活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写照 好的好的 那我们两天之后 在你微博见 然后到你微博去围观 可以没问题 大家在边听的时候 也可以边用一点 SK2 对对对对 对皮肤特别好 对没事的时候 啪啪长城 对对对 什么年纪都可以适用 好 我接下来 我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直播 做了这么长时间 其实刚才我们 有很多的直播在做嘛 弹幕上可以看到 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友 都特别爱你 就今天在我们的整个直播 快结束的这个尾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要给你 网友说的一些鼓励的话 包括一些分享一些感悟 现在是你的专场 PLEASE 感悟就是 啊 行啊 现在感悟是吧 好感悟 那现在感悟 我旁边有人cue我 不是我的事情 然后呢 感悟就是 其实啊 每个人都有 生活中都有遗憾嘛 其实如果我今天 其实说实话 薛世贤今天能站回这个舞台 跟大家见面 通过音乐的方式 我也觉得很 很奇特 因为我其实没有觉得 我自己有一天才能翻红 所以我觉得 嗯 啊 每个人生活中都有遗憾 如果有一天 你很安静的躺在家里面 回想起来 你有一件事情没干 但是你非常想干的话 请千万不要犹豫 就去干 但是干的同时 一定要记住 不要给他任何的压力 先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啊 很充裕 很很 至少 至少很富裕 有空余的时间 然后就去尽量的追求自己的梦想 因为人生啊 错过了一个阶段以后呢 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理想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人一定要有个理想 有个梦想 来支撑你整个人生的 精神 它会让你变得 整个人很开心 很专注 非常的 可以看向远方 不会被生活糟蹋的 几无完肤 所以呢 希望大家有理想呢 一定要去追寻 谢谢大家 好了 谢谢 谢谢 你不要以为我问完了 现在刚才我们在 我们的实时现场互动的时候 我们也升级到了 很多网友实时现场的一些问题 让我帮网友问一下 你好不好 好 有请我们 我们的问题版 这些问题 网友问的比我问的有意思 我觉得 你不要看 我还不能看 网友看一下 好了 现在 这是网友实时提问的这段 说实话 SK2有找你写段子吗 找你写的话 你打算怎么写 说实话 找了没 没有 怎么会不找 因为我来现场了 听话 这不是一样的吗 但是如果他今天要找你再写个段子的话 你要怎么写 肯定没问题呀 肯定跟长生有关 那倒不一定 啊 其实啊 我不管是SK2来找我 SK2差点说成SK3 SK2来找我也好 其他的品牌来找我也好 其实我每个段子都给别人很用心很用心地写 看出来 我不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收了别人钱以后会给别人乱来的人 就是我希望反正反正给人干活嘛 有时候钱塞就替人消灾的人 所以SK2就 所以SK2就竟然来找我吧 就找你写段子 你要 你的每一个段子的那种想法是从哪来的呀 我有的时候我有一天马上看完这段子 很难写的啊 我跟你讲我看你段子我在想如果是我我要怎么写 我觉得很难呢 就你能把一些 而且我们现在我们周围的所有的朋友都有一个习惯 看你的段子先翻到最后广告是什么 然后再重翻到最前面 这样很无聊啊 但是我们都想知道你最后会转到哪一个地方去 因为我现在大概每次写一个段子 基本上要花短我三个小时左右 以前我写一个段子只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但是我后来越写越认真 因为观众对你的期待是越来越高的 你只要写不够前面写不过前面 你就会流失掉很多的客源 不是客源就是观众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是一个在这方面特别用心的人 对所以我也希望 反正就是个人脾气改不掉了 不管是做音乐还是做什么的都稍微认真一点 对所以我就希望SK 都赶快找我们今天写段子 好 第二个问题 薛之千千 想问问你怎么看待 梦想和现实的区别 嗯 嗯 梦想和现实 对懂 梦想和现实的区别 嗯 哎呀 一个很残酷嘛 一个特别的 哎呀 怎么说呢 梦想和现实的区别 一个在梦里 一个是醒了 我觉得梦想一定要在现实的后面 我反正是这么做的 因为我觉得好累喔 我之前我在二十几岁出道的时候 我发现我把梦前放在很前面 我让自己变得特别的累 我什么都要听别人的 我有的时候觉得一首歌特别的难听 但是我老板一定要叫我唱我就得唱 然后我明明知道这首歌唱完以后 我会变得口碑特别的差 但是我还是得唱 那是很痛苦的 因为那跟我的梦想其实是无关的 但是我又干了一件跟梦想有关的事情 很痛苦 所以我就觉得后来反正 我通过各种渠道 先让自己的生活变好了以后 我就慢慢的会好很多 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敢说 让大家学习来 让大家借鉴一下 对了就就是 学先救国吧 好的 好谢谢 今天在现场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梦想 那接下来我会把我们小朋友请上来了 对吧 上面在台下休息了一下 她心很累嘛 Dessie 来Dessie回来回来 Dessie为什么今天要戴个帽子啊 因为头发有点乱 我可以把你的帽子拿掉吗 不能 这么小就有偶像包袱厉害了 长大真的是厉害的双语主持开玩笑 必须的 诶 Dessie我问一下 刚才听了 轻轻哥哥在上面的一些发言 包括对自己梦想的一些感触 你觉得她讲的好不好 她刚刚根本就没听 听了吗 她就上厕所了 真的假的 你没听 这个问题 那这个台本为什么要这样写 这样我保保主持人很尴尬 你真的没听啊 你真的没听啊 我给你讲 她的就是说让我们要 给面子 嗯 哈哈哈 来跟哥哥几个掌 完了 你终于有人把你的想得住了 Dessie把你完全的想住了 很可爱啊 对 我特别喜欢跟小朋友聊天 特别喜欢 真的 因为他们身上有我失去的东西 童真嘛 多可爱 你看 你身上也有很有童真啊 没有没有 我没有童真呢 我都是做做的 哈哈哈 我都是做做的表演 该配合你 嗯 嗯 所以说你觉得就是 今天你们两位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你们自己的梦想 我相信呢 网友们呢 也听到了两位 跟你们分享梦想 然后从中 肯定也和我们一样 重拾了梦想 然后呢 也根据小朋友的梦想呢 引伸到了自己的身上 相信有很多的感触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 千千 还有我们Daisy 感谢你们 谢谢 好的 那同时呢 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 就要告一段落了 感谢大家对我们SK2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 本次直播的支持 我们有机会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这么快就结束了 拜拜 好的各位 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今天关注我们SK2 关于梦想的这次直播的活动